我是这所监狱的二当家 看守着这个世界上最为穷凶极恶的犯人 这天我凭一己之力大战于开河 及时就下了乔丛猫 却不要最后却被张绍杰抢了功了 求梦你没事就好 我已经把你救回来了 齐等仙你这个废物司哪里去了 梦猛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 你居然躲起来当梭头乌龟 什么是张绍杰救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还有脸问 昨天梦猛去找黑龙商会的于开河讨回欠款 结果被对方给灌饮料了 如果不是张绍及时出现把梦猛给救了回来 他指不定会被人怎么样呢 等仙我既然把秋猛交给了你照顾 那你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来才行 伯父伯母你们两位也不用太客气 我跟秋猛是好朋友嘛 这是我应该做的 秋猛是我从于开河手里救出来的 什么时候反倒变成你的功劳了 对对对这事与我无关 实际上都是齐兄弟的功劳 张绍杰这一招已退为继 直接让庞秀云对齐等贤的不满登上了顶峰 张绍昨晚真的是你救了我吗 梦猛 毒室我难道还能是齐等贤救你回来的吗 秋猛昨晚是张绍救你回来的 我和你爸昨晚都亲眼看见了 是吗 我也好想记得点 谢谢你的张绍 秋猛 我昨天让李云婉送你回来的 你不相信可以找他问问就好 放心 我会问的 说曹操曹操就到 正在这时李云婉也赶了过来 云婉你来得正好 昨天是你跟我一块去的 你没怎么喝饮料应该记得清事情 你跟我说实话 昨晚上到底是谁来救了我 秋猛 昨天我喝了一瓶可乐断片了 真的不记得了 昨天是张绍从余开河手上把你救回来的 张绍看余开河想对你动手动脚 直接就把他和他的手下 全部给狠狠揍了一顿 张绍真是英雄出少年了 齐等贤你听见没有 这下看你怎么狡辩 等贤知道现在再怎么解释都没用 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了李云婉和张绍杰 已经串通好了想让自己丢脸 于是也懒得再解释 直接就离开了乔家 这个齐等贤真是个废物 什么都没做 居然还想要抢张绍的功劳 猪口 我相信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当先不是那种人 正在这时乔国焘的大哥乔国栋 也带着自己的女儿来到了乔家 乔国焘 你不好好管教你的女儿 整天让他出去惹事 你知道这会给我们集团带来多大的麻烦吗 大哥 有话好好说吗 别一上来就火气冲天的 你女儿昨天去跟黑龙商会的余总谈生意 结果喝多了一瓶子 把余总的脑袋敲开的话 黑龙商会也正因此善而否决了 我们公司的那两千万货款 这叫我们公司还怎么运作呀 以我看他根本就不配担任我们乔氏集团的总裁 谁说邱孟不配当乔家的总裁了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相信邱孟会处理好 不会连累到公司的 行 那我就给你们三天时间去解决这件事情 解决不了就自觉下台 让我女儿乔清宇来取代她的地位 我会解决的 另一边等闲已经回到了监狱的办公室练习起了书法 正在这时王万金的电话却打了过来 而当家的黄尸首对上次的事情非常过意不去 所以特意跟孙清玄先生一同在天地大酒店门口亲自接待您 想和您一起吃个饭 好吧 我一会就到 黄尸首 你也在这儿吃饭啊 你谁呀 我不认识你 黄尸首 我是张氏集团的少东 上次还跟你一起喝过茶呢 走开走开 别在这里乱攀关系了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没底线了 张少杰知道乱攀关系这招是行不通的 接着只好回到了乔家一行人边上 张少 没想到你跟黄尸首还有这样的关系啊 真是了不得 哈哈 这都是托了我父亲的福爸了 这根本算不得什么的 黄尸首这里多半是在等什么贵客 恐怕是在等省里下来的大领导吧 我若是能够成为那个让黄尸首都要站在酒店大门外迎接的那个大人物 那该多风光呢 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来得太晚了一点 齐先生 您太客气了 没关系 您能赏脸过来我就很满足了 黄尸首 对了这位小兄弟是谁了 我怎么没有见过 这位是我的救命恩人齐等贤 我这条命就是他救的 小兄弟真是年轻有为啊 孙行长 我听我手下说有个叫张少杰的人 他们的地产公司出现了巨大的亏空 马上就要破产了 就算你给他们放款 估计也是无力回天了 黄尸首果真是火眼金睛了 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所在 我当然不会放款给张师集团 齐先生不瞒你说我这次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黄尸首有什么要我帮忙的直说就是了 不必绕弯子 我小女患病在身一有多年就连孙先生都没办法治好 所以想请齐大师您试一试 孙先生都治不好的病 是啊 所以还请齐先生您能出手相救 行 有机会我会去看一看的 正在这时李云婉路过天地大酒店的超级VAP报件 无意中看到了齐等贤正在和黄文朗 王万金 孙清玄一块坐在饭桌上吃饭 直接把李云婉给看呆了 这 这怎么可能啊 黄尸首刚刚在外面迎接的人居然是他 李云婉激动地准备把这个消息告诉乔丘梦氏 发现张绍杰正在为他们介绍一个投资赚钱的项目 我们张氏地产刚刚决定对外增资阔股 梦梦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 张绍 你不是在跟我们说笑吧 居然要增资阔股 难道你们公司缺资金了 当然不是 而是我们公司准备上市了 正准备发行股票了 我敢说只要你们买了只需要坐等分红就行了 要不是看我们关系不错 我可不会跟你们说起这件事 乔家几人听见这么好的赚钱机会都不由的有些惊讶 纷纷都想投资赚大钱 却丝毫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 张绍 算我一个 我出资一千万来认购一些股份 好说好说 你跟梦莽是闺蜜 我给你这个面子会按照比例多给你百分之十 够意思了吧 张绍 我愿意出资两千万来认购股份 好 梦莽你认购的股份 我多给你百分之十五 张绍 真是太大气了 这段时间多亏了你对秋梦的照顾和帮助 阿姨客气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等闲啊 我这里有一个利好的消息 应该能够让你赚些钱 你赶紧把钱都拿出来 我们一起去投资 乔叔 不知道是什么生意能让你这么有把握 张绍杰家的张氏地产准备上市了 据说这是内部消息还没对外透露 他特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 让我们跟他们一起挣大钱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最好还是不要去买他们的股份 张氏集团内部已经严重亏空 随时都会破产 我估计张绍杰多半是在圈钱准备跑路了 什么 等线你没开玩笑吧